民间党主席蔡英文今晚在新北市举行第四场国政说明会 蔡英文抛鸿马政府虽然升格成新北市 但统筹分配款的额度不及台北市 也没有达到高雄的水准 如果他当选2012总统 会把中央欠新北市民的钱通通还给大家 离开新北市这个战场半年多后 蔡英文晚间重返新北市 知识者乐情不减 蔡英文也亲切的跟民众互动 上一次选举 还把矛头对向马政府 执疑中央在统筹分配款的支配上不公平 没有办法达到台北市的水准 他们至少一定要有高雄市的水准台湾 对不对 这个预算本来中央政府要报 我们新北市差不多有百多亿 那今年才给我们四百多亿 你看几十二年我要是当选总统 我一定会把欠当五都的预算 给我们的五都这样好吗 进逐2012年的总统之路 蔡英文回到熟悉的新北市争取支持 明星王配文李泽民新北市报道 大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